各位大家好 這台是 dji pocket 3 他跟第二代的 dji pocket 2比較起來 他除了感光元件變成1英寸之外 那我們在意的是他的直播的應用 第三代的 pocket 3 他多了一個 uvc 的傳輸 也就說啊 他可以當作成一個 webcam 的一個鏡頭 在你的電腦的什么 obs 啊 或者是在你的 skype 啊 一些通訊軟體做直播 或者做視訊通話都沒有問題 那他有沒有 hdmi 出來 沒有的 我們這一集要告訴大家是說 怎么將 dji pocket 3 變成一個 hdmi 出來 然後啊我要連接這個電視 連接電視的目的是要干嘛 其實就是要連接這個視訊導播機 以這為例是 antem mini pro 那么啊我們要告訴大家 怎么將 dji pocket 2 連接 antem mini pro 視訊導播機 我們先看一下他的介面 後面有個 usb c 的這個接口 我只要將他的 usb c 連接一條 usb c 的線材 這樣子就可以接電腦 但是我們不是要接電腦 我們要轉換成 hdmi 很簡單 我就連接到這個設備 這個就是 usb 攝影機視訊轉換器 當我的這個 usb c 的線 連接到這個轉換器的 webcam input 這時候啊他就有 hdmi 的出來了 hdmi 出來我就可以接電視了 將 dji 的電源打開來 然後呢他後面有一個 usb c 的接口 將他連接傳輸線 這是一般的 usb c 的傳輸線 接出來之後呢 我就把它連接到這個盒子 這個盒子的 webcam input 的地方 好接進來 然後呢這個電這個盒子要上電 上五福特電 ok 當他上完電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個燈會亮 這個是 uvc 通的 你看哦他會出現一個網路攝影機 你就按 確認 這時候啊他已經變成一個 webcam 輸出 輸出到這個盒子 那這盒子最後再將他的 hdmi 連接 出來就可以到電視了 因為太接近了 所以有回音 我把聲音給關掉 好 這時候 dji pocket 2就變成 hdmi 連接到電視了 看畫質很漂亮 一樣的道理 要怎么將 dji pocket 3 連接到這個導播機上面 導播機有輸入源嗎 1234 將這個紅盒子的輸出 連接到1234的某一路 然後輸出呢 再接電視就可以了 我試一次給你看 先接完電源 然後呢 hdmi 輸出 連接到這個 antom mini pro的輸出 現在是mati view 然後再把這個 紅盒子的這個 hdmi 輸出連接到 antom mini pro就可以了 這個我現在是接channel 2 接起來 yes 我把它轉到channel 2 啊 然後全螢幕 然後把聲音打開來 聲音打開來 你看 一樣是有聲音的而影像的沒有問題 dji pocket 3 連接antom mini pro channel 1 channel 2 mati view 這個轉換器啊 除了能將這個dji pocket 3的ubc 轉換成這個 hdmi 出來之外 他還有很多的功能 比如說啊他還有一路的這個 uvc 的 bypass 你看這邊有個uvc bypass output 然後呢他也可以連接你的記憶卡 這個記憶卡 對於這個dji pocket 3就是一個 呃井上添花了 因為他本身就可以錄影了 那沒關係他還可以做iOS的直播使用 這個iOS的直播 是可以做多媒體的pip啊 視訊切換 還有跑馬燈啊 一些 亂七八糟的塗層都可以做到 他還可以變成一路的這個uvc的 bypass 你可以連接到你的電腦 這電腦啊你可以用什么obs啊 或者一些視訊會議的軟體 都可以拿來做直播 或視訊的應用 你看這個是電腦的這個軟體 好像可以 你可以用obs啊 你可以用skype啊google meet 什么都可以 你看這畫面 是可以同時在電腦使用的 好 然後呢這邊有一路是storage記憶卡 你可以連接 ssd card 然後呢按下去 就可以做錄影了 你看 同時錄影 那最後有這邊還有一個iOS的輸出 iOS的輸出就可以連接你的ipad ipad 連接一個usbc的hub 然後把它串在一起就可以使用了 連到iOS的地方 這時候呢 ipad的app叫做medialink switcher 你就可以拿來做直播使用 這邊 新增 icapture 你看 這個畫面就來自于這個 dji pocket3 dji pocket3的uvc 變成 hdmi 連接視訊導播機在電視顯示 也可以連接這個windows 就是用uvc bypass的方式出來 在obs啊 或者是視訊會的軟體使用 最重要是他還可以在iOS上面做直播 你看 他可以做塗層 譬如說新增手機的鏡頭 這樣子做切換 還可以做塗層 嗯 時間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我前面一個影片 有詳細對於這個 app做介紹 然後有回音請你先可以先將揚聲器先關起來 就不會有了 那可以做臉書直播 youtube直播 或者是rtmp的直播 他可以做視訊的切換 視訊1 視訊2這樣子 那也可以做拼圖 或者是子母畫面 子母畫面 這是dji pocket3的usb的輸出 usb的輸出啊 連接到這個 usb視訊轉換器的webcad input的地方 他就會變成hdmi輸出 iOS的輸出還有pc的輸出 這樣子啊 就可以實現dji pocket3連接 視訊導播機的這樣的功能了